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接到他往生的信息 这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我就想说 我45岁退休 那万一我如果像顺德师兄这样子 47岁往生 那我也顶多只有在做两年而已 那我如果更有福报一点 像我爸爸59岁往生 我也顶多只能在做14年的慈祭而已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往生 给我是很大的一个警示 所以我才觉得说 那人生有很多的选择 我应该去选择 我自己想要走的路 了解 各位好 大爱会客室邀请你一起来迎接 《纯美时光》 今天戏剧20集播闭了 也是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 和我们来上大爱会客室聊聊天 欢迎我们的本尊 洛淳美老师 皮秀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洪荣龙老师 主持人好 请求大家来观众大家好 人的一生充满无常 但是我们要在这个路途当中 适时地规划自己 对不对 我们在戏剧当中 曾经出现一个角色 叫做顺德师兄 其实他的一个人生的故事 画下句点的时候 是不是也对您有一些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 顺德师兄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46岁 47岁就往生了 而且是昨天我们还在谈 清电磁院工地人文 怎么样的记录 他是一年会的总窗口 然后我是文选组的代表 那我们另外还有比更队 那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而已 怎么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接到他往生的信息 这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那所以呢 我就想说 我45岁退休 那万一我如果像顺德师兄这样子 47岁往生 那我也顶多只有在做两年而已 那我如果更有福报一点 像我爸爸59岁往生 我也顶多只能在做14年的持绩而已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往生给我是很大的一个警示 所以我才觉得说 那人生有很多的选择 我应该去选择我自己想要走的路 了解 路老师您有提前退休对不对 对 那时候怎么会很果断地换一个跑道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那个时候 我接了三合一的床口 那三合一其实它这一个领域 其实很专业 而且要培育 其实是要非常用心 不只是要接引 要培育 要留住 要关怀 我就觉得这三合一不是一 它是三个功能合在一起 那要把这一个功能 把人整个带好 我觉得这要投入非常多的心力 那我必须要跟时间赛跑 那跟时间赛跑 我唯一就是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也非常感恩洪老师 我家师兄他对我的支持 还有我娘家婆家 他们都支持我 因为他们都觉得说 你那么爱做慈忌 那你就去做你最爱做的事 这个部分完全是超大福报 所以师姐她自己职场的一个转换 然后投入职业 对你来说有需要做调整吗 我又问她 她说她做慈忌比教书快乐 是 那我就说好 那OK 那你就做慈忌好了 是 所以我就支持她做慈忌 我要更正一点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今天投入教职 我整个启发带动的是 一个班级的孩子跟家长 那一个影响就是那个班级 三十个孩子 家长 可是我如果做慈忌 所带动的 尤其在《人文真善美》 《文史的记录》 它所带动的是 其实是永永远远 长长久久 而且不会是三十 它是三十的无量 所以我那时候是这样子 而且在追踪 教职也很快乐 那当然成绩更快乐 当然 更有意义 了解 了解 所以这是她的选择 那我们知道 其实洪老师 现在的您 已经把教育的对象 又有不同的层面了 又是什么样子的因缘 因为现在就是后来要退休的时候 学校说补校 夜间部补校 需要一个数学老师 我能不能去接 他们知道我快退休了 那我就说那夜间部补校的学生是哪一些 他说都是小时候失学的一些阿公阿嬷 还有外籍新娘 是 我说好 那我来接 因为其实在教的过程里面 我已经教了六七年了 他们让我很尊敬 很感动 因为那些阿公阿嬷从小 尤其那些阿嬷 就是早期的台湾是重男轻女 他们就是只有国小毕业 就去做女工了 甚至他还没有读过书 然后所以他们很在乎这个学 文品这个区块 等到年纪大了 孩子成长了 已经家庭都没有责任了 他就选择要追回那小时候的梦想 那外籍新娘是因为要 有的是要工作的关系 要拿文品 有的是要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晓得他们的教材是什么 所以他要来学 那他们都很认真 有一个阿嬷跟我讲说 老师你是我第一个数学老师 我吓一跳 我说怎么可能我是你数学老师 那你国小呢 他说我国小是读补校 国小补校只有教国语 这一科也没有别科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学过数学 那我就很震撼 那从学校走到学校路途中 然后晚上我都会一路告诉自己 我要认真地教 因为这是他们逝去的一块 那其实根本像是很快乐 他们都很自动自发 每天说老师这个蛋糕我做的 老师这馒头我做的 请你吃 那就很认真 但是就是今天学了下礼拜 可能就忘记了 很快乐 很可爱 学生快乐 老师也快乐 已经没有再过去那种 为了分数而计较的那种气氛了 对不对 那回过头来再请教我们的洛老师 因为我们前几集 有邀请到您的母鸡 还有母鸡的母鸡 有特别谈到置业的这一块 因为他们做带着你 是不是也在这个区块 让你也自己期许 自己怎么样去努力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的母鸡呢 她只要我想要做什么 我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 然后呢只要是每一刻假日 然后我都会打电话跟她讲说 今天有没有吃鸡可以做 今天吃鸡有什么活动 她都会跟我说有 后来我才知道 吃鸡不是每天有活动 她都会给我创造音源 带着我去房市 创造音源这件事情 对 为我量身定做 我去创造音源 然后培育我这样子 然后呢在这一个北区活动组 雅美师姐呢的 带在 把我带在她身边 从她学习的非常多的 一些词迹的人脉 因为整个大北区所有活动 都是一起办 那我有一点像 雅美师姐的执行秘书一样 她就把我带在身边 做记录 做策划 做执行 所以呢 也这样子认识了 整个大北区所有资深的菩萨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从雅美师姐身上呢 学到了真正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觉得说 有两位资深的菩萨 这样子我从一进来 受证那一年到现在 一路上两位菩萨就是无私 而且呢 完全呢 只要我有任何困难 他们就是我最大的依靠 您呢 您对于智业 又有什么样子的期许 其实我刚结婚的时候 有一个狗小老师看到陆老师 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陆老师很有帮福音 那因为他先走到慈激 然后所以很多人在走 慈激地在路上 他给我很多的建议 比如我碰到很多疑问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请教他 其实他有时候都 给我很好的建议 所以我走得比较轻省 那倒是我还没进来 前几年呢 他走得比较辛苦 那其实退休之后 走入慈激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有善事可做 有明事可以追寻 是 还有很好的善知识 来跟你指导 是 那所以我是 很多人不敢退休 怕没事做很无聊 那我认为走入慈激 有心灵依规 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所以不会怕无聊 两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但是退而不休 在这边呢 不仅仅是自己学到更多 也会在适当的时机去陪伴 培育 也是想要继续进步的人 这就是从一个学校的 也许我们叫小家庭 从家庭的小家庭 进到学校的中家庭 到四季的大家庭 对不对 一路下来 纯美时光 时时存在 二十集结束了 明天还有全新的大爱剧场 和大家见面 感恩两位 感恩 大家回客室明天见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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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